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实验内容 今天有Q1,Q3 那Q1是比较简单,它是一个self-files 那注意到这边这个图呢 其实我们后面,日后我们还会 还会做它那个完整版本的 这边只有PR电路而已 事实上这边应该再接一个 AC核本电容,然后再接上输入信号 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没有去 观测它的一个交流的响应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观测交流信号进来 所以说这边就没有AC核本电容 在正常的版本,它是有接AC核本电容 再接信号源 那这边基本上就给了你不同的RB跟RC的设定 RB跟RC 你只要这边有一个2N3904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BJ比较型号是2N3904 或是2N222 这两个其实都可以 那放进来之后这边接好之后你就去量这边的跨压 VCE 或是这个VPE其实大概就是0.7乎啦 不会有点不小,但是大概就0.7乎啦 然后再求出,再量出这个ID的Current 再量这个IC的Current OK,其实今天这个实验还蛮容易烧掉了 不然是Q1,Q2,Q3 因为那个就是VPE你只要让它电压稍微大一点的话 就是你在接的时候VPE这些电压稍微大一点 它就会有大电流 大电流就会导致这个VPE它烧掉 OK,所以说各位在操作的时候请你这个电压要从小的慢慢增加 不要从高电压慢慢降低 因为有时候你电压条太大的话 VPE直接跨率它就烧掉了 OK 好,那这边是秀下这个式子 所以说你可以引用这个我们在讲义上面的式子 其实预先去推测一下 你可以看到说这边VPE是10乎嘛,对不对 VPE大概是0.7乎 然后RB呢,RC呢都给你了 所以说在这边你可以算出来IV的值 可以算出来IV的值 你IV算出来,那接下来你只要稍微 所以这个BJP其实有的电表它可以直接量它的贝塔值 所以说事实上你也可以直接根据电表量到贝塔值 直接去推测那个贝塔费 然后IV再乘上贝塔就等于IC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实验其实不是你量到才能知道的值 而是你可以先用手先算 算出来之后你再去看一下你量到的值 是不是跟你算的值是一样的 好,这第一个部分 在第二部分就比较复杂 虽然这只有一页 但是它的过程很长 我们来看一下 你分别要针对左边这中间这三张图 好,这边呢其实这个ACCOPER电容 会放在这边是因为说在这个第二部分我们会放出信号 好,一开始你先把这边 这边假如说先接信号源 这边有ACCOPER电容 一开始你先把这个圆形关掉 好,把这边关掉 那这个ACCOPER电容它也不需要去放信号进来 所以你就形容虚设了 等于说一开始你就是先把电路接成像这样子 接成像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A 好,这边是第二个B 第三个C OK 等于说这是三组电路 然后接下来呢 请你去调整这边的RB RB RB的电阻 RB的电阻 调整电阻 然后让它能够使得这边BC能够跨到五幅 让BC有着五幅的压降 那其中注意 因为第一个的部分 我们今天发的材料跟去年也不太一样 好像给错了 所以导致说昨天我们在设定的时候有一部分的烧掉 那就是 这个RB 这个RB事实上应该是要用大电阻 但是我们手上其实只有10K而已 它其实应该是要超过100K以上的一个组织 所以说在这边呢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就是给你这个10K的电阻 你可以去 顺便去调整一下VB OK,就是说 原来这边应该是要灌石阻它也可以用 但是灌石阻发现会烧掉 因为组织太小了 这边我们最大只有10K OK 所以说你这边你可以调整 我建议各位你可以调整一个 比如说 2K 3K 4K 5K 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正义调整一个自己觉得OK的电压值 然后接下来这边呢 就是1-10K的电阻 可以做一个调整 OK 所以所以一开始你只要确定它是VC 是5谷之后 你就把它的边界电压就不记载下来 Face的电压 但这个在A的时候 这个第一个范例呢 它是Emeeter是0谷 你可以直接写0谷 OK 那你要量一下这个Collector它的一个电压值 量出来之后 当然你就可以用一个跨压阻上组织来得到它的电流值 OK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边IB跟IC 其实是可以用算的 就是说一旦你量到了它的跨压之后 你就可以求它 除它的组织就可以知道它电流是多大 OK 那 这边 所以ABC都是一样 就是你都是一开始就先让VC为5 然后量电压 用除的方式来知道电流 那接下来呢 你要在这边 在第二段的时候 你必须要加上ACCoverter 还有加上输信号 OK 就是在这个操作点底下 你灌输信号 灌一个10GHz 20mV 这个是峰对峰值 20mV 我讲一下 20mV应该是它最小 最小MH的 应该就是仪器的最小的输信号 这是仪器最小的输信号 20mV 然后接下来你去观测一下输出的证捕 去算出输出 应该说量到输出的证捕 再算出它等效的真意值 这边的真意值指的就是输出的分对公值 除以输入的分对公值 代表是它等效的真意 OK 那左边可以看到这边2N3904 就是说一开始呢 你就是 这边都是用2N3904 好 接下来右边是说 你换了另外一颗BJP 它是2N222 OK 换另外一颗 一样你要去小MH去调到这边是BJ15C 好 然后接下来把它的操作点全部记录下来 算电流 算完电流之后呢 再送信号进来 然后再算真意 好 那 这边你Q2的 Q2的这个C完成了之后 这边这个电路哦 好 这个完成之后 你直接就把它Q3 你看Q3 Q3呢跟Q2C Q3跟Q2C 它只插在它这边 多加了一个电容 多加了一个4.7μm的电容 放在这边 OK 所以你根据 根据这个Q2C C做完了之后呢 你在它的emine端 加一个电容 好 改变它的主态 OK 这边加一个电容呢 会使得说 这个整个电路 它在交流的时候呢 在交流的时候 这个emine的形容 接到Q2C 在交流的分析之下 这边形容就在Q2C 会导致说 输入对输出的分析值 它会大幅的上升 大幅上升 所以我们希望说 各位同学 在今天这个实验 也能量到这个现象 就是我把这边 加了一个电容之后 OK 然后来看一下说 它输出正幅的改变 再除以输入正幅 一样得到它等效的生意值 OK 当然这边是N3904跟N22 你都要做 都要做 那这边我稍微也不再说明一下 就是 各位可能 你有时候你会上网查一下 BJP 你今天可能用N3904跟N22 或许哪天你也会用不同的BJP 那BJP通常它会去定义就是 呃 你的跨压的限制 比如说BCE啊 B B 这边还有BBC BCE 这边可以看到它有VCB BCE 还有BED 这边都是 呃 我这边到这边的压降 这边到这边的压降 这边到这边的压降 所以你可以从上面这些资讯知道说你的跨压 101 可以给到几幅 那比如说它上面写40幅 就是你给10幅的话 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不过它这边是说是Open的 它是Off的 就是说它没有丢 它在Off的状态下 它没有Turn On的时候 你这边可以跨到 可以跨到比如说40幅 OK 那下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参数 就是你Turn On的时候 这个HF51 这是Current Gem 就是Beta值 各位你在看的时候 这2N390 它Beta值呢 会大概从几十到几百 最大比如说到300 那因为你操作点的不一样 你可能看到最小的这个Beta值 可能比如说到30而已 就它原先号称的十分之一 最大的十分之一而已 那这边在不同的拼压电流底下 它的Beta值也会不一样 所以说Beta值不是一个固定值 不是固定值 你在不同的拼压电底下 会有不同的Beta值 那这边有一个什么 Turgeneration voltage 0.25 这个VCE不能小于0.25 小于0.25的话 基本上就跟Mont进入File Ridge是一样的 它就没有办法 它就是在不对的区域 然后下面有一些就是 你可能在操作速度上面要考量 之后你可能 假如说你先用它操作快一点 你会去关心说 比如说这个节点 它的等效的机身电容值是多少 输入点等效的机身电容值是多少 因为这会影响它的充电 所以说这边比如说 所以说这边比如说 Output的Creatment 指的是这个 比如说输出 那输入了比如说这个点 在Base端 它看进去的电容值是多少 OK 那有时候呢 你会需要知道它的 这个东西你在一起分析 或是在 频率响应下面 你才会去看这个东西 1300MHz OK 好 那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对这个Base它的一个解图 你知道看规格表的时候 你也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看有哪些东西 假如你不懂 但是你想知道的话 你可以过来问我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说明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实验了 好 谢谢各位